前幾天在地球日論壇 我們談到拯救地球 又說人類將來沒有什麼前途 有一位朋友聽我們講一講 是要問一個問題 問什麼呢 他說 究竟你們這麼多專家 告訴我地球還有多少年玩 我們有能夠不夠地球 我想我們大家一致的意見都是說 根本沒有人知道 上帝才知道 哪個專家如果肯定告訴你 還有多少年 救到救不到 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變數太多 這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 不是說你十個麵包一天吃一個 第一刀十天吃完就沒有了 不是這樣 因為太多太多東西有發生 太多太多東西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這位朋友對於我們這個答案很滿意 他就說 不是啦 我真的需要知道還有多少年玩 那我就說 對我來說這個不重要 不重要呢 一來無來回答 第二 有多少年玩我都照樣這樣做 這位朋友就說 不是不是不是 對我來說很重要 對他來說很重要 我就沒辦法 不過呢 做不重要這個問題 他的態度就引起我一直在反省 原來我覺得做人是兩種不同的態度 我說我的態度 我的態度就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 盡其在我 做了自己的份 大部分的人似乎就是 我可以 我這一世就只有這一世了 人死如登滅 所以我盡其一步 玩完他 如果壞了就壞了 我覺得這樣做人很慘 很無意思 我完全不是這樣看的 現在我很清楚知道 人是不死不滅的一個意識 你叫做靈魂也好 叫做什麼都好 是宇宙的一個大意識 你叫做上帝 或者什麼的一步版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一場戲這一幕 怎樣結局 不重要 還要就是這一幕 你有沒有享受到 你有沒有欣賞到 我經常都喜歡這個比喻 因為我喜歡打球 你落場打球 例如你打左翼 你現在輸9比1 又不知有多少分鐘才完場 那你怎樣 要是你就說 反正都輸了 就有半批 每個站在那 完場就25比1也好 30比1也好 這樣就很無忍 如果反過來問我 我就會照打 我不會看現在9比1還是10比1 還是1比1 我會一樣照齊 即使是完場輸了10比1 沒有所謂的 因為還有下一場 還有下一場又從頭來過 或者是你這場打得好 有很多掌聲 有人看起你 邀請你轉會 你的身價不同了 怎樣都好 我覺得 正如他們說 Pessimism is a luxury we can't afford 我們不可以悲觀 悲觀就完全死定了 沒有事好 還是沒有意思的 你問我 我一樣要做的 今晚世界每日也好 還有一萬年也好 我都是一樣這樣做 因為我知道我是誰 所以說到底 始終都是這個問題 你以為你是誰 你以為你是誰 你生活得開心不開心 你將來每一分鐘怎樣過 都是靠這個問題 這個是人生裏面唯一重要的問題 你是誰